Hello, 大家好, 我是青朗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嗯, 搞笑 整班人一起的時候 我都是搞笑那個 但是, 我又有感性的一面 遇到不開心 又或者想起傷心事的時候 我又會流眼淚 總之, 我就會把自己的感受寫在臉上 開心就笑, 傷心就哭 大情大勝那隻 我平時喜歡做些什麼? 煮下食, 看不同的文章, 唱下歌 我的節目會說什麼? 一個字, 情 問世間, 情為何物? 無論是親情, 有情, 還是愛情 都值得生死相許 想知道多些? 那就要記得收聽和收看我的節目吧 我是誰? 青朗啊! 我 說, 你也不想 Hay 關注文旅行 詞文言 死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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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來到今天的家靈一,繼續有燕玲在節目跟大家見面 這兩天都是輕輕鬆鬆跟大家講關於咖啡的事情 昨天也有同事幫忙幫我post了關於我的話題上Facebook 請大家留意一下,因為我們Facebook的Eason Media 美東視電台的Facebook網頁有很多活動 不時會更新、更新,跟大家分享我們視電台的活動 所以要留意上Facebook,留意我們的發展 我們不時會有什麼新的資訊、特備節目等等 還有我們BJ的動態都會在我們的面書跟大家分享 在這裏也提一提大家,我的節目是一個互動的節目 希望大家有機會,如果根據我每天的話題有興趣 可以發表意見,亦可以打電話來跟我聊聊聊聊聊聊聊 在這裏提一提大家,電話和訊息的號碼是9292793399 用微信的朋友可以打Eason Media254 可以跟我們分享你的見解或意見 如果你有好的提議,亦可以跟我們聯絡 或者你要談我的節目,亦都歡迎 因為不可能我做的事是完美的 總有一些聽眾會喜歡我講的東西 或者有些聽眾又不認同我講的東西 這樣看都不要緊的,這個平台就是為大家而設的 你認同也好,不認同也好 是一個可以發聲的平台 希望大家可以參與一下 在今天時間,亦都是繼續講咖啡 昨天其實很開心的 昨天我準備了一些資料 但是我真的沒有心理準備 聖安神會這麼...怎樣說 突然之內加入了我的節目 我沒有叫他,他自己很好心 還有很多東西跟我們分享 他昨天分享了很多很有用的資料 還有很有趣味性 多謝在這裏,重新多謝聖安神 今天燕寧會繼續分享一些 我覺得挺有趣的一些咖啡的資料 但是為什麼這幾天我會突然想起咖啡呢? 原因就是其實是來自一段的新聞 我看到的 其實在第一天的時候 當我開這個話題的時候 我已經跟大家說了 我說是因為這個新聞片段 啟發了我 令我想到原來咖啡的未來會是這樣的 為什麼咖啡會... 我想賣個關子 這裡就不想告訴你 咖啡的未來究竟關於什麼呢? 賣一下關子 首先就認識一下咖啡 還有一些小小的歷史 還有我們平時全世界人 習慣喝咖啡 究竟是怎樣的 形式飲咖啡的呢? 這幾天都有分享 我個人喝咖啡的習慣 昨天聖安神也有分享 他喝過一些叫做貓屎咖啡 我也是曾經聽過 但是真的有朋友是真的 品嘗過貓屎咖啡 我也是第一次在聖安神那裡 就得知原來貓屎咖啡 是好像榴槤那樣的味道 各人的喜好不一樣 喝咖啡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貓屎咖啡很好喝 還有貓屎咖啡是很矜貴的 好不好喝是另一回事 但是他們製造過程等等 商品推出來的時候 都是以一個高級的姿態 包裝和推到市面上 所以會不會是因為那個感覺 會覺得他的貓屎咖啡特別好喝呢? 這些就見仁見智了 也可能是製造商的一種 噱頭都未定 怎樣都好 昨天就分享了貓屎咖啡 的確是挺有趣 今天會繼續分享其他的資訊 就是當我們每天 我經常有一種看法 我們生活上每天都做 不管是大小事情 大事情也好 或者一些很細微的事情也好 有時候我們 特別是西微的事情 更加我們不會專注它 因為太細微了 還有好像 不起眼有些事情 好像喝咖啡 我們每天都喝 已經喝了很多年 有些人 但是我們對咖啡的認識有多深呢? 有很多時間 我們可能未必知道咖啡的歷史 咖啡來源 咖啡製造過程等等 關於咖啡的事情 我們就是懂得飲咖啡 懂得品嘗咖啡 懂得享受咖啡 所以我就想在這些很細微的地方 在我們平時生活上 可能每天都在做 但是不會意識到 原來咖啡背後有這麼多知識 又或者有這麼多故事 其實咖啡的將來走勢會是怎樣呢? 我就會根據我看到的新聞 今天有時間 可能會和你們分享到 如果沒有時間就會延續到明天的了 首先 現在我們再帶大家去看看咖啡 昨天有說到 原來世界上出口咖啡 其實除了出口之外 其實是出產咖啡 出產咖啡最大的一個大國 就是巴西 它是排第一的 巴西在2006年的時候 已經有44個million的 袋裝的咖啡生產 44 million 即是4400個麻包袋 我相信大小 大家都有一個米袋 或者大小小 有大概2700萬的咖啡 就會出口 他們每年 看看數字都很驚人 巴西每年會生產 有4個billion的咖啡樹 即是 咖啡樹 收成 有4個billion的咖啡樹 可想而知 在巴西的咖啡樹 是有多少 但是想到巴西 你知道吧 一提起巴西 我就會想到亞馬遜 亞馬遜 亞馬遜 有4個billion方面 他們的森林 就開始遭到很多人的破壞 因為很多人去佛木 去斬木 去抽取大自然 很珍貴給我們的一些東西 現在人口越來越多 但是這些森林地帶 和他們所擁有的精華 在那些地方 現在越來越 人類懂得去的地方 就開始採摘 開始開作很多地方 然後就把很多天然樹木 原本已經是伸直在那裡 很多年很多年 都把他們斬下來 因為有些地方 又需要耕種等等 造成亞馬遜森林那裡 就真是很大的破壞性 那種破壞性 會為未來帶來什麼結果 也會不會影響到咖啡豆的問題 慢慢再講下去 就像講古老一樣 慢慢講 至於在巴西的 他們的咖啡貿易 是每年都有 我講的美金 是3.3 billion 這個數字也都非常之驚人 所以可想言之 在巴西的咖啡豆貿易 是對他們的國家來講 是有很大的依賴 就是這麼大的貿易 數字在那裡 所以巴西真的要靠咖啡出口 來維持他們的國家經濟 然後看一看咖啡 我們品嘗咖啡 一般人這幾天都有分享 在美國人 和我自己本身品嘗咖啡的要求 其實在世界各地 其他可以看一看不同的國家的人喝咖啡 品味有什麼不一樣 我前兩天都有分享在美國喝咖啡 一些數字 例如喝咖啡的人有52% 我是其中的52%的人 有些人喜歡加奶 有些人喜歡加糖 還有加糖也有講究 有些人會加普通白糖 有些人會加其他人造糖 甚至有些人會加糖漿之類 我便很少見人加 但也有些人會喜歡甜的 加入他們咖啡飲用的輔助品 看看美國有30%飲咖啡的人 有些人喜歡加糖 基本上 反而加奶的人未必一定多 加糖的人喜歡甜的人也挺多 至於在英國方面 我們也知道 英國和日本也很相似 就是很喜歡喝茶 只是英國喝紅茶 日本喝綠茶居多 英國方面有57%的人 日本人也喜歡加甜的添加品 在他們的咖啡裏面 而在印度 看一看印度 印度就是以前 都是大家了解 印度歷史都知道 曾經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 不知道他們喝茶的風俗 有沒有受到英國人的影響 在印度方面 原來他們喝咖啡 是絕對一定要加奶和加糖的 他們才喜歡喝的 如果是不甜的話 他們是不喜歡喝的 所以這件事 跟西方人可能有點不一樣 因為他們堅持要加糖加奶 西方始終有些人會喜歡喝咖啡 但印度人是絕對不接受咖啡 至於在意大利又怎樣 意大利原來大部分 是喜歡喝Expresso居多 Expresso是很強烈的咖啡苦澀味 而且他們是很濃縮的一輩子 一輩子喝的 原來意大利的人 就是喜歡這樣喝Expresso 通常是五加糖 因為Expresso很苦的 奶可能只是一點點這麼多 所以在這裡可以看看 每個地方人接受咖啡的程度 和品味都很不一樣 然後我們可以去看看 其他關於咖啡的資料 其實你知不知道剛剛說起 意大利人喝咖啡 就喜歡喝Expresso 原來你以為它這麼小杯 這麼苦澀的咖啡 這麼濃郁的咖啡 一定它的Caffeine是很高的 原來這是一個錯誤的理解 原來Expresso咖啡的Caffeine 咖啡因只是普通咖啡的三分之一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喝咖啡 又怕咖啡因會影響你睡眠 或者刺激到你 令到你手震的時候 你可以嘗試喝Expresso 手震我也有分享過 我試過有一次喝某名牌的咖啡 即連鎖店的咖啡 喝了之後是超市買的 瓶裝那些 喝了之後 即刻有反應 即刻是全身抖震 震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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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嚇得我 想著我這麼大個女兒都沒有試過喝咖啡 是喝這麼強勁的咖啡 令到我會整身抖 之後呢就覺得不行了 刺激到我了 所以我就沒有再喝過一隻瓶裝在超市買到的咖啡 反而喝普通的沖的咖啡就沒事了 可能他的瓶裝在裡面的咖啡特別多 所以有些人如果不能受咖啡 或者會有些反效應 即是一些負面效果的時候 喝咖啡之前 特別是那些現成的咖啡 不妨檢查一下他背面的一些材料 看看他有什麼成份 還有他咖啡的數字有多高 因為有時真的會嚇了你一跳 我最近都有留意一下一些食物的標籤後面 一些食物成份 我發現原來你猜不到數字這麼厲害 大一大開話題 就好像我有時間中都會吃一些即食麵 雖然我就不主張叫人多吃 我自己本身都是不多吃 但是我偷懶也有機會 偷懶也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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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加入一些水 煮一煮 然後 hago 煮在鍋裡煮一煮 三分鐘的麵 平時吃開都會沒有對吧 突然間昨天就八卦 看看麵后的包裝的營養成份 先看到原來這碗麵煮出來的 它的saturated fat 是很厲害的 是非常之高 可想而知我們有時貪方便 但是貪方便的背後 原來我們都要付出身體上的健康 為什麼有些人覺得 我平時吃肉很少 我不是吃很多其他東西 為什麼膽固醇 或者其他指數那麼高 其實就是很多hidden ingredients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除非你看看後面的包裝 你才知道原來成份是那麼高 會嚇你一跳 在我們飲品當中 一些糖份那麼高的飲品 真的不知道原來是加了這麼多匙的糖 所以真的奉勸大家 就是飲食之前留意一下 如果有包裝 有標籤 還有營養成份的時候 一定要看清楚 了解一下 如果知道的話 下次不會吃那麼多 可以自己控制得到 對嗎 好了 扯回來了 就說回咖啡 說回Expresso 它的咖啡因不是那麼高 為什麼呢 原來Expresso 咖啡因不高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咖啡豆不一樣 我相信 如果你有去買慣咖啡人時 會看到有時候 特別去那些超市 或者一些商店 你選了一些咖啡豆 然後它可以幫你磨成份的一些商店 也好超市也好 你也會看到咖啡豆 很經常會看到一個字 叫做Arabica Arabica那種的咖啡豆 中文應該是叫小果咖啡豆 如果是 照翻譯的 可能是叫阿拉比卡 阿拉比卡 照譯 跟著它的音 我這裡就叫小果咖啡 容易講些 這一種豆 就是傳統的 是一種阿拉伯咖啡的品種 所以就是叫Arabica 是make sense的 它就是原產於東非 在西元的十五世紀之前 咖啡是長期被阿拉伯世界 所焦斷的那個時間 所以被歐洲人 所稱之為阿拉伯咖啡 原來世界上的商品咖啡 大部分都是小果咖啡豆 只是到了十九世紀的時候 發生了一次大面積的病毒 影響了咖啡豆 所以種植人士 開始尋求其他抗病的品種 你知道咖啡豆 如果是咖啡豆 一出事就很麻煩 咖啡豆也好 或者是其他一些農作物也好 這樣說 一是有病毒病種的傳染 一傳一 一傳二 一傳三的傳一傳 有時真的不能控制 所以在十九世紀末的時候 因為這個原因 他們沒有辦法 就要去尋求其他品種 目前這個小果咖啡 仍然是最主要的咖啡品種 若佔世界上咖啡總產的三分之四 所以我覺得是很普遍的 我們現在喝的咖啡 都是這種小果咖啡 主要是在拉丁美洲種植 還有有些部分都會在印度尼西亞 或者太平洋島嶼都可以找到 目前世界最大的咖啡產地 剛剛說到巴西 地理氣候條件 就是非常適合一種小果咖啡的生長 種植主要的咖啡品種 就是這一種 Arabica 在傳說當中 埃塞俄比亞 因為這種咖啡 我剛剛有說到 原產在東非 東非是埃塞俄比亞 在傳說中 分享一個小小故事 就說在埃塞俄比亞的牧羊人放羊的時候 發現牠們的羊 吃了種的咖啡的葉和果實 就會變得異常的興奮 很興奮 於是傳教師 就摘了這些小果咖啡豆的植物 用來煮湯 因而發現咖啡 到今天 埃塞俄比亞的人 仍然是用咖啡葉去煎來煮 那些汁液 最早在文字記載 就把咖啡豆磨碎的用法 就是可以追溯到 阿拉伯學者 有記載這種方法 而且他們也說到 喝咖啡有助長 可以延長他們的工作時間 因為喝了咖啡提神 好了 在這裡分享了一點 首先這個時間 休息一會 到回來的時候 再繼續和大家分享更多 關於咖啡的資訊 和小汁炆海參、冬菇 另外青湯鮑魚可以做冷館 清炒或者炆雞 原來是這樣 你用廚神鮑魚請客 便宜了 廚神鮑魚總代理 東紅豆疫公司 電話718-255-1068 無論是大小企業 或是街坊生業 都需要有廣告 美國有80萬中國人 紐約市佔有17萬港元票的中國人 如果你想讓紐約華人 知道你的服務或產品 電視廣告會是你最佳的選擇 做生意、賺大錢 要做廣告 廣告查詢 可以信1347-804-121-0 做甚麼節目好呢 每個星期和你吹水廣播經的節目 Powerball 和你說進古靈精怪電影的節目 CutCutCut CutCutCut 怎樣?覺得跳後探手? 當然啦 我是Summer 喂 我沒有停 來吧 請記得小朋友 遙遠的計算 遙遠的計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咖啡 刚刚说了自古到今天为止 埃塞俄比亚的人都会用咖啡叶去煎煎汁液出来 其实由什么时候开始呢 或者什么人应该说 什么人发明咖啡 不能说是发明的 总之是一种做法 他们想出来的 就是把咖啡豆去控干煮咖啡 其实这个是源于阿拉伯人时发明的 随后这个方法就传到埃及 以及去到土耳其 先慢慢再传到全世界 当然如果是不知道用咖啡叶煮出来的这些汁 喝下去会是什么感觉 我也想尝试一下 不知道会和我们用咖啡豆磨成粉 再沖咖啡的味道是否一样 但是会是到今时今日 埃塞俄比亚 他们可能认为传统的关系 就已经习惯了用叶煎煎 煮 喝汁液 刚刚就有分享咖啡豆 一种种类 就是Arabica 另外就是小果咖啡 还有一种很普遍的 就是叫做Robusta 也是咖啡豆的一种 这种的咖啡豆 比较酸性 比较少果咖啡豆的酸性 比较低 但是会更加苦澀 通常这种的豆 是用于即溶的咖啡 会是用到在Expresso咖啡 也会加入在一些混合的咖啡豆当中 出售的 这种豆 是源于非洲那种 但是就会是 撒哈拉的中部和西部 你可以找到很多这些豆 应该是咖啡豆 应该是这种咖啡豆 应该是这种咖啡豆 那这个Robusta 其实是挺容易打理的 这种咖啡豆 那它们所出来的豆 也很多 还有呢 也都是 但是这个问题 它那个咖啡豆 就会是比较少果咖啡的咖啡 是高的 但是呢 又有另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antioxidant 又是多些的 哇 哇 鱼鱼鱼鳗 你怎样取呢 又会是有很高的咖啡因 但咖啡因不是太多 不是各人能夠守得到的 是吧 但是它又有antioxidants 那你喝它 不要喝它 那样 而且这种Robuster的咖啡豆也比较不容易患病 之前说过另外一种少过的咖啡豆容易有病菌的影响 所以品种不一样,Robuster的品种比较强壮 如果以人的身体来形容,这种豆应该是强壮的 不会那么容易病 不知道跟它们在生长的地方有没有关系 但两个地方都是非洲方面 不知道土壤或水质等等有什么关系 会影响到豆不同的质量 至于Robuster那种咖啡豆所做出来的咖啡味道又如何呢? 通常这种豆的咖啡都比较喝下去 用英文去形容是full body 应该是口感很有满足感 而且它的味道很强烈 而且它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是这个小锅咖啡豆所没有的 就是有一种很浓烈的泥土的味道 很地道沙哈拉沙漠区的那种 可能那种沙尘滚滚的那种泥味 所以比起阿拉伯咖啡更加苦 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成份 是这个阿拉伯咖啡豆没有的成份 英文就叫做Pyrazyne 中文就不清楚了 但是这个含量令到这两种不同的咖啡豆 就有不同的味道 一般性这些咖啡树 是可以生长到 如果你很好take care 它们 它们的寿命可以持续到 有些还可以 如果你真的用很多的爱心去照顾好这些咖啡树的时候 有时还可以 它的life expectancy 可以长寿到达100年之多 那100年也挺厉害的 这样 一般的比较成熟的咖啡树 就可以生产到大概是5磅的咖啡豆 那现在我说的这5磅的咖啡豆 通常刚刚在树上摘出来的咖啡豆 当然不是咖啡色的 我们通常看到是咖啡色 因为咖啡豆是咖啡色的 那当然不是 在树上刚刚新鲜摘出来的咖啡豆 其实就是绿色的 果子是绿色的 但是呢 当经过人造的方法 再把它烘一烘的时候 才会变成咖啡色的 那5磅的这个绿色的咖啡豆 当你一烘完之后 就立刻缩水了 只是变成1磅而已 那为什么呢 因为咖啡豆里面也有水的成分 所以当你烘干了之后 把水份抽出来的时候 就变成会轻磅了 所以5磅的绿色咖啡豆 烘完之后 只剩1磅而已 那有没有想过呢 我们平时喝一杯咖啡呢 其实要多少粒的咖啡豆 才可以形成一杯咖啡呢 那其实呢 如果是说1磅的咖啡来说 1磅就要4000粒的咖啡豆 那至于呢 如果是端 我们每人一杯的咖啡来说 大概咖啡豆的成分 就有50粒的 所以50粒的咖啡豆 就是造就我们的1杯咖啡了 那至于 是不是觉得也挺有趣的 就是这些资料 你平时不会突然间想的 我想着 我这杯咖啡 究竟是用多少粒咖啡豆呢 那你现在知道了 每天你可以在你朋友面前测 说哎呀 是50粒 4000粒就1磅 那这样 那接着呢 在这里呢 又跟大家说一下呢 这个 这个 Cappuccino咖啡 那 不知道你呢 喝咖啡呢 有些什么 preference 喜欢是Cappuccino Expresso 又是Regular Coffee 那 Cappuccino 我也很喜欢喝的 但是也不是常喝的 亦都是觉得有点 有点 有点 浓了一些 那其实呢 这个咖啡豆呢 不是 先说一下这个咖啡 这个咖啡 Cappuccino 那个名字呢 是怎样来的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那 原来呢 这个Cappuccino 是来自一个人名的 那这个人名呢 就是 应该是意大利文 那叫 希望我没有读错 是叫做Cappuccino 那Cappuccino 这个名字是来自哪个呢 原来呢 就是来自一个Monk 一个Monk 他的名字叫Cappuccino 那你知道那些Monk 是穿 也有 他们的衣服 就是他们 好像制服那样 穿那些咖啡色的 一件袍 在身上 就是因为 他们那些袍的颜色 也都好像咖啡 那所以呢 就 变相 就得了这个名字 就是叫Cappuccino 所以呢 这个也挺有趣 那 接着呢 就 看一看 是不是我们有电话 我有同事说 我们有电话进来 那试一下接听这个电话 看看这个听众 有什么跟我们分享 你好啊 早晨 早晨啊 这位先生 贵姓啊 我叫陈伯 陈伯啊 陈伯啊 你的声音很熟 是 我真的没有听过 那些叫什么 那些叫老人甲的声 哦 老人甲的声 那怎么样 你有什么分享 我们今天讲咖啡 是不是有些东西 关于咖啡 是 我问 为什么有咖啡叫 Americano 为什么有咖啡叫 Americano 是啊 因为 混笨 混笨啊 你作的 不是不是不是 你没有见人 去浸很多水 下去 弄得好像很大杯 但是 混笨 你不会喝过一只 肯定 但是又涉合 美国人的实际意义 那你本身 你本身是喝什么咖啡 巨多的 我除了什么 屎咖啡之外 我什么都喝的 哦 你是不是想说 我刚刚所提到的 猫屎咖啡 就是我的 不喝那些 你没喝过 或者你喝了 你会很喜欢 我不是很习惯 那些肚子在肚子里 撈完之后 然后给很贵的价钱 这样 你应该要有个 抱一个 开放的态度 去接受一些新的事物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外面很多人 很多取向的 很开放的 但是我都很传统 那不怪你的 我想是习惯上 如果你习惯上 喝几种咖啡 你就会接受了 然后你就不想再改变 是 那你本身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咖啡 我最喜欢的是 Starluck 那些咖啡也不便宜 那些咖啡也不便宜 那些很便宜 是不是有平均的 市价是多少钱一杯 我也喝两元 有两元的 哦 你两元的 就是普通的 就是最普通的 那种普通的咖啡 不是 是 都是普通的 哦普通的 那你喝咖啡的习惯呢 是不是加糖加奶 还是喝咖啡的 我加加 加什么 加加 加 加贵的 加贵 什么加贵的 那些奶 是贵的嘛 哈哈哈哈 我和你分享我的资讯 你是去Starbucks喝咖啡 你知不知道原来 Starbucks 虽然是卖咖啡 但其实他们卖得最多 反而不是咖啡 真的卖得最多是奶 我知道 是吗 你不知道 是吗 是吗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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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很多人 很多人很笑容 哈哈 因为他们的咖啡 哦 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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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喝到我手震的 所以呢 可能他的咖啡因 太厉害了 所以有些人 就要加多些奶 就是 等回云他 知道吗 不是 你得罪人 是不是所以手震 哈哈哈哈 你为什么这么了解我呢 呃 听很久的 是不是 是我的Loyal Fancy 是吗 久久久 哈哈 那你喝咖啡喝了多少年 很多年 为什么 我是有 我在节目分享过 说我是一来到美国 第一样接触的东西 就是美国文化 就是咖啡 喝咖啡 那不知你是不是 都是 都是 都是一杯咖啡 那你经常喝咖啡 因为我通常 就是很少在外面 买咖啡 我是自己家里沖的 那现在市面上 一般的咖啡 平均价 不要说这个Starbucks 因为它是 特別是贵一点 那现在市面上 一般喝咖啡 大概 平均来说 是多少钱一杯 你清不清楚 都是五毛纸到一元来 你计算一下 家里的热水 是吗 五毛纸咖啡 还有吗 因为你说家里沖 不是 我说你在外面买咖啡 在外面买咖啡 那些很狂的 应该在我们公司附近 我们公司在唐人街 所以 我们公司在唐人街 是啊 所以 那些区域的咖啡 会比较经济 是吗 区域咖啡 是不是新的牌子 不是啊 即是在唐人街附近区域 唐人街附近区域 OK 就可以买到 很英文啊 你讲中文 你这些反应慢 是不是 你刚刚睡醒了 听你的声音好像刚刚睡醒了 不是啊 我讲这些中文很英文 关我反应慢什么事 这些狡猾的主持人 不是 要贴走那些视听 不是 幸好 怎样 幸好这个频道有这些 那么失力的主持人 很快的主持人 现在找不到 哦 究竟你想是 我不知道你究竟你的动机 是想侄我 要是想赞我 听下去可以 即是两边看的 其实 我夸张 怎会是侄呢 我很稀稠 现在有些频道里面 有些主持人 真是字都不懂的 字都不懂 那怎样可以做主持呢 这个就是真是邓奇的地方 真的 是不是 像这样的频道 还存在 你都不懂的频道 可以有新还的机会吗 那有些东西叫惯性 惯性 惯性 那如果说惯性 我希望你习惯听我这个频道 是不是 是 是 我说惯性 我希望你惯性 听我这个频道的节目 哦 当然了 当然了 现在很体贴 立即有热线电话 打出来 否则我也不知道怎么打你 是的 我想要打311 不是 我有宣传 那就证明你又不是那么 loyal 我每次节目一开始 就会跟大家分享我这个热线电话的号码 是 是 混音的嘛 你知道你的时间很阔太时段 11点 你明白吗 就是你拼搏的时间 是不是 就是了 那你在拼搏时间 现在都趁机会打电话 跟我聊两句 真是很不说得 我今天是short day 今天是short day 是吗 是啊 是啊 我真的不是short 就是说人 骂人傻傻的那一句 是吗 不是 我是完美的 那今天我讲咖啡 你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 没什么学到东西 我打你学东西 我正想你说 哎呀 主持人我今天学到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都懂的 这些东西都懂的 都懂的 不过就是共鸣 有时候打你不是学东西 有时候的主持不是每个都教了别人的 有些主持不懂 但是又讲话给别人听 但是那些主持都有共鸣 别人听了之后 是不是 没有啊 共鸣不了 笑点又低 那层次又低 有时候真的共鸣不了 不好意思 我忘了小学的时候 玩些什么了 哦是不是啊 那么惨啊 那你就不要再听了 那些节目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听年纪 哦 OK 那明天是这个火鸡节 那在这里祝你火鸡节愉快 有什么安排啊 火鸡节 吃生日蛋糕 明天我是生日 火鸡来的 我是 明天是你生日 那在火鸡节 没关系 我们这些 都耍脱的 是不是啊 那就是 那些主持的 应该会知道 涅槃这件事 Navanna Navanna 那些 哦 那些 哦这样啊 那你的照片都很开通 是好事 不是 又是这样啊 这个世界 就是你不通 别人通 你啊 所以 你最好自己通 好了 那在这里呢 看看时间呢 就不多了 那你最后 有没有什么 就是在临走之前 有什么说话要讲啊 或者分享啊 关于咖啡的 我祝你们要频道成功了 是吧 就是争以兴隆 多谢 最重要是上上下下 是吧 是 就是国干出怎样成绩 是吧 是 就是这样了 我这些电台呢 我可以跟你分享 我可以跟你分享 我和你分享一件事 就是我这些电台呢 所有的主持人呢 都是跟其他电台不一样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放个心脑去做好节目的 所以 一定是有进步的 有其他电台吗 纽约有其他电台吗 有 我们有对手的 是吧 我们有竞争的 我肯定是有对手 有对脚拼 我们虽然不是歧视那些残障人士 但是你不需要告诉别人 你有对手才可以上班 是的 是的 现在纽约时是好的 一些听众对大家来说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有两个选择给你 以前是没有选择的 以前是不是迫着你要听那个 不是啊 你选择要听的 所以说那个有个姓陈的主持 又说自己开个网站 又说一个星期给节目人听 有没有听过 哦 现在有了 我做这一行的 怎么会不知道 是不是 我一定知道 是的 那个虽然少一点 一个星期一次 不过贵精不贵度 是 好 好 所以现在我们是 纽约是多了选择 总之说到最后就是 多了不同的选择 大家有选择是好的 多的又不好太好 不是太好 有选择困难症 因为我自己有选择困难症 所以现在多一两个来说 是好事来的 对大家都是 有竞争才有进步 是不是 希望以前没有要求的一些电台 都会有些要求 大家会越做越好 是不是 陳伯珍 你四月子 都是那四月子 哪四个 高夏立健 哦 好啊 好啊 那我收下 多谢陳伯今天的电话 没用 下次有机会再打上来 如果你有半夜的时间 当然 当然 多谢陳伯先 好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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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吃饭 是 陳伯2点吃饭 在这里和大家宣布 好啊 多谢陳伯的电话先 在今天这个时间 看看钟 很开心 在节目的尾声 有位听众 陳伯带来上来 和我分享他喝咖啡 和其他一些看法 虽然来了提 但是也不要紧 今天也挺开心 说咖啡 因为如果说喝咖啡 有谁不喜欢喝咖啡 想不到咖啡已经说了三天了 明天就不要断了 不要有它断了 明天是火鸡节 也是继续说咖啡 因为咖啡还有很多历史和资讯 可以陆续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关于咖啡的话题 其实我可以藉着这几天分享咖啡的资料 想和大家分享 和重视 所以留意明天的家庭的节目 好 在这里和大家说一声 再见 所以我们再见 了 Lincoln 917 720 1245 720 1245 7天免費咨詢 廣告查詢 提訊1347 804 1210 大家好 我是李子清 在這裡我很想很簡單地介紹給你認識 首先講一下我的星座 我屬於山陽座 1月3日加 血型方面我屬於A型 如果你說我的年資 在廣播界裡面 我就已經由第14年進入第15年了 聽我的聲音 你也知道我的性格 都應該屬於樂觀和開朗 而我本人一直都比較追求美食、美酒 所以我是想過一個美麗的人生 而在小學方面 我相信我是屬於一個工作狂 如果你再想多點了解李子清 不如多留意我的節目 在美東時電台中我有 生肖運情、若有所益、清清相識 三個女人一個虛、清心直說 希望以後在空氣中 和你多點結緣吧! 靠近大學